我覺得佩琪姐姐許久未發文 果然一發文就驚人驚天動地 第一個 她寫的內容居然是 偵查不公開的內容 連她的好朋友都在下面留言告訴她說 這是偵查不公開 所以民眾黨要不要先講一下 佩琪姐姐把偵查不公開的東西都講一講 第二個 她的臉書上是不是有一些 串陣的閒語 空中串陣 就告訴大家 她檢調問了我這些 我是怎麼回答檢調這些內容的 第三個這個部分 我覺得因為她特別強調說大難來頭 就是繼續一起走 但是她PO的這篇文 感覺就是根本就是希望跟柯文哲分開走 為什麼 因為你把所有的內容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那其實更多的疑點在裡面 我要先講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他就是每次那個 有相關消息的時候 她就會講說 喔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在那邊咆哮 那上次那個黃珊珊呢 就是被約談之後 她回來也發一篇文 也就講說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然後我就講說 喔喔喔喔 好 那他們就是有走那個偵查不公開 有標準一致嘛 就直到佩琪 佩琪被約談完之後 每天一篇文是怕我們都沒有素材可以用是不是 昨天發一篇 今天又發一篇 就每天再發文 她今天就開始又開始講說 她的存者的錢啊 怎麼樣啊 然後我們就在下面留言說 喔 所以說好的偵查不公開了 因為她自己 她自己在下面標註說 這個就是她上次被約談的內容 現在這年頭是可以把自己做筆錄的內容 直接寫到臉書上的嗎 說好的偵查不公開了 呃 我覺得 真的 佩琪姐姐 許久未發文 果然一發文就驚人 驚天動地 第一個 她寫的內容居然是偵查不公開的內容 連她的好朋友都在下面留言告訴她說 這是偵查不公開 所以民眾黨要不要先講一下 佩琪姐姐把偵查不公開的東西都講一講 第二個 她的臉書上是不是有一些串鎮的嫌疑 空中串鎮 就告訴大家 她檢調問了我這些 我是怎麼回答 檢調這些內容的 那第三個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因為她特別強調說 大難來頭是算是就是繼續一起走啦 但是她PO的這篇文 感覺就是根本就是希望跟柯文哲分開走 為什麼 因為你把所有的內容 其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其實更多的疑點在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一直要強調柯文哲的人設 她的人設其實我們都知道 從2014年到最近這一年 2024年幾乎是完整破滅 你仍然要強調這個佩琪姐 居然要產生掉說 第一個 柯文哲吃飯吃很快 所以不會貪污 柯文哲都搭騎腳踏車 跟搭公車跟搭捷運 所以她不會貪污 那她又在講說什麼 她沒有買車啊 沒有BMW啊 沒有這些 但是她租代鋪車 其實我都覺得這沒有問題 可是你一直要維護柯文哲這樣的人設 那事實就是 就是省慶金有派了7位人去匯款了210萬 省慶金在週刊如果真的屬實的話 省慶金是否真的有交了100 1500萬在柯文哲的市長室 那陳佩琪沒交代的時候 她的ATM理財這些錢到底哪來的嘛 我覺得你一直要維護柯文哲人車 反而處處都是破綻 沒有買車不行 也沒有說買房不行 但是你要交代的是 你可以在短短8年內買了房 還了房貸再看房還全額 買房錢哪來 那你說這個代步車 我也覺得這沒有問題 那其實現在的人都是 一個人家都有一到兩台車 那你的車子是不是 有些是掛在公司它變公司車 其實你的車子是叫公司幫你買 掛在它那裡我繳的是租金 其實是車貸 繳給了這個車商 其實現在很多種節稅方式很多公司車 其實是私人在用 那柯文哲這筆到底是不是自己賣 但是掛在公司 人家的公司車名下 然後用感覺繳月租的方式 但是其實在付貸款 然後假設三年後五年後 它變成個人的 其實這很多都有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去強調說很節儉啊幹嘛 我們想知道的是一千五百萬在哪裡 陳佩琪的ATM這些存的錢怎麼來的 那你怎麼樣可以在八年還完房貸再買房 然後沒有任何的房貸 甚至還可以再看房再全額四千三百萬的買房 我覺得這才是最厲害大家所想知道的地方 另外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它除了這個租用代步車 它那個駕駛 到底是民眾黨裡面的人 或者是說跟著這個租用車 就是一起聘的人不得而知嘛 那現在民眾黨目前也暫時還沒有最新的一個回應 那大家就質疑說 如果它是跟著代步車的話 那比較沒有問題 那另外如果它不是的話 會不會跟高鴻安當初的那個豪車事件 就是有建商就是帶他 建商指派車載他啦 對對對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如果它在市長任內 其實基本上都有公務車 公務車就有配司機 那它卸任了之後 那這個司機怎麼來 我覺得如果是掛在民眾黨 那領民眾黨的薪水 我也覺得沒問題 那如果是有人支付了這筆薪水 支付了司機 亦或是支付了代步車的費用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 那是不是跟高鴻安一樣 當時豪車事件都是朋友 原來柯文哲 那這個如果說有這個人家幫他代付了 車子跟司機的費用 那這個跟你交朋友的好朋友 是跟謝國良一樣是200交朋友嗎 還是多少 我覺得民眾黨自己也可以講清楚說明白 如果這是你們請的司機 那就可以直接說 我們有報人員工作人員的薪資 那如果沒有 那到底司機怎麼來 車子怎麼來 費用怎麼來 那真的是柯文在自己承租的嗎 我覺得這也是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那我想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說柯文哲他太太寫文說 柯文哲出門都騎腳踏車 或走路打工車等等 但其實他有租一台代步車 您認為是不是他的人設 一直想用人設去綁架小草 是這樣的 其實柯文哲他一直有他所謂個人的人設嘛 就是清廉啊 節儉啊 走呆步車啊 然後他老婆也一直在維持他的人設 但是有些人設我覺得就是 片片小草就好了 你拿出來講 我就覺得說 你就是在那個 嘲諷我們大家是不是 像他昨天發那篇文 我們就照著他講 他講說 他說我們全家從沒買車子 出門永遠是公車捷運走路 然後柯文哲更常騎腳踏車 他說永遠喔 但是呢 其實我們這種關心柯文哲的那個新聞的 都可以知道說 他每次只要在他家採訪玩的話 旁邊就會有一台大的白色車子在等他 然後他每次採訪我就上車嘛 之前那台車有很多相關的新聞 包括說什麼開走了後車門沒關 所以那台車其實我們這邊關心柯文哲的 車牌號碼都會背了 都知道是那台車是什麼車 但是佩琪他竟然還會講說 哦那個我們出門都是那個 走路啊搭捷運啊搭公車 明明佩琪姐之前出門採買也搭那台車 所以我昨天就把那台車的車牌號碼 拿去做查詢嘛 然後發覺他是那個 長期的租用的車子 然後那台車呢 市價大約是300萬 我也查了一下啦 那台車如果現在要租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8萬塊左右 那你8萬塊好像因為他們還沒有開車 所以還要再配一個司機 等於說你一個月花十幾萬的錢 再租這台車 你租兩年就可以把這台車買下來了 而不是說我們沒買車我們很清廉 而是說你們租車反而花更貴 那另外我要講一點啦 就是租車不是錯 真的就是身為一個黨主席出門有代步車 租一台代步車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合理 但是你不要假裝人設說 我們好青年我們沒買車 我們出去都走路 沒有 你們就真的有租車 對 我只是戳破你的人設 而不是說租車有錯 我想問一下 因為他這連兩天陳北希醫師都發文 而且他說都是他這個 11月7號被約談的部分新聞內容 那所以因為民眾黨一直很在意的 就是偵查不公開 那這樣會不會有一點 就是好像偵查被他公開的疑問 我要先講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呢 他就是每次那個有相關消息的時候 他就會講說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在那邊咆哮 那上次那個黃珊珊呢 就是被約談之後 他回來也發一篇文 也就講說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然後我想說 哦哦哦好 那他們就是有走那個偵查不公開 有標準一致嘛 就直到佩琪 佩琪被約談完之後 每天一篇文是怕我們都沒有素材可以用是不是 昨天發一篇 今天要發一篇 就每天再發文 他今天就開始又開始講說 他的存者的錢啊 怎麼樣啊 然後我們就下面留言說 所以說好的偵查不公開呢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在下面標註說 這個就是他上次被約談的內容 現在這年頭是可以把自己做筆錄的內容 直接寫到臉書上的嗎 說好的真才不公開呢 那因為他今天發文內容 他是有特別講說 這十年來他跟柯文哲的這個收入總額 累計大概就是超過六千多萬 那您覺得這個有辦法 就是說服之前外界對他金流的疑慮嗎 我聽到六千多萬我心中先想到一件事 啊沒有啊 今年年初不是說 那個選舉補助款七千多萬就進去了嗎 那七千多萬有算進去嗎 那個也算他的收入吧 還是你只算工作收入 你有算其他怎麼補助款收入 另外我要再說一件事 就是沒有人貪污還會把錢拿去報稅的啦 所以這個都是檯面上的東西 那檯面下的呢 我們是想看檯面下的 那個什麼 那個謝國良他媽媽的兩百萬呢 跑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沒有出錢在上面 對啊我們要看的是這個